Lio聊事記 天天東跟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曲折羅倫對上印度斯坦 那大家都說為什麼我們沒有出曲折羅倫 因為曲折羅倫現在是META霸權 其實也不太想要看他 因為他的勝率實在太高了 高到有點懷疑人生 但是這場比賽比較特殊 兩邊都是印度文明 曲折羅倫跟印度斯坦都是一樣從印度發源的 那兩邊都是印度的一個繁殖線啊 分支之類的 族群分支 好 那來看一下 那蔡文說到底是印度的駱駝牆 還是曲折羅倫的駱駝牆 這個方面其實蠻耐人尋味的 我們剛好來看到這一場 就是剛好兩邊都是 剛剛說的那個狀況 兩邊都是一個駱駝加成的文明 那就來看一下兩邊到底誰比較厲害吧 好 那稍微講一下曲折羅倫 曲折羅倫一開始會兩股樹蟲 可以讓他自己吃 那一開始在這個初期 食物初期上獲取量就會比較好一點 而且他的羊啊 可以進入這個魔防裡面 去鑄砸 然後可以散出這個食物 那大概是有點像是 遺跡形的 遺跡形的肉板 遺跡是跳黃金嘛 那他這個羊進去 魔防是跳肉 但是他在前期喔 這個跳肉的效果是沒有那麼好 而且如果你要讓他直線 產生肉量上漲的話 那就需要蓋很多的魔法 去來Cover他的這個肉量的提升 那本身這個效果 並不太會有一些高手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你要花額外的這些手術喔 去叫做這些山羊喔 跑來跑去的 沒有太大意義 好那這邊進TC 欸 OK 差點11村喔 好險 那由於因為 曲折羅倫這個效果 一開始不能吃羊的關係喔 所以這個官方為了平衡他這個文明喔 所以才會給他這兩個果樹蟲 讓村民一開始可以吃果樹蟲 但是大家也知道喔 這個吃果樹蟲的速度喔 是比吃羊還要慢的 所以在一開始喔 如果曲折羅倫沒有先去打獵的話 那就會很容易吃果 吃到這個經濟有點爆炸 所以這邊拉豬的時間是非常非常早的 還有吃這個鹿肉 好那看起來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那稍微再講他趨著羅倫喔 這個騎兵單位會造成額外的40%傷害喔 那之前是50% 稍微NURF一下 那騎兵單位造成額外傷害就代表說 騎兵打這個騎士打工兵喔 我會有這個額外傷害喔 那會變多痛了一點 那騎兵還有這個駱駝 駱駝打騎士這個額外傷害好也會有 所以就是會加強駱駝對騎士的一個傷害加成 好那再來就是曲折羅倫還有一個更特點的地方 就是它的漁船可以躲在馬...熟的是馬頭裡 跟那個 fenも弟爵的四代一樣喔 那個漁船可以躲在馬頭 算是在海戰來說 算是比較有強勢一點能力我覺得 因為其實魚船可以躲在魚養這件事情裡 可以讓他的魚船不會被消耗掉 而是直接防守 大概收村的概念 然後在裡面造了一堆火蒙筒再來反擊 所以在缺德羅倫來說算是蠻全面的一個能力 不管是有海或是陸地戰 缺德羅倫算是一個不錯的一個 META的一個科技線 好 那再來講一下銀罐 他的銀罐是薩地利 薩地利的話他的軍事食物消耗減少25% 這個能力實在是讓他太強了 因為你們想 缺德羅倫他本身就是一個半騎兵國的文明 對方只要出工兵就可以出這個閃閃馬 那如果出騎士的話就可以出這個駱駝 那這兩個單位都是吃肉的 而且他不出這兩個單位也可以出這個大肉馬 他也是有大肉馬的文明的 而且他的大象單位也是吃肉的 這個工程戰相也是吃肉不是吃木頭 所以不管怎麼說 這個缺德羅倫會這麼厲害就是因為這個薩地利的關係 還有這個騎士的外傷害加成 那再來就講他的相公 他的相公本身也是吃肉的 雖然黃金也是吃蠻兇的 所以點下這個薩地利之後 他要打什麼基本上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而且最扯的是他居然有火槍 缺德羅倫有打火槍這件事情 是非常殘酷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剛剛上述講到這些單位 是非常害怕長槍兵跟擊兵的 但擊兵又非常害怕火槍兵 所以基本上來說 缺德羅倫對方打什麼都可以克制到對方 沒有什麼太多的一個弱點在 如果真的要講他的弱點的話 那...就只有步兵吧 步兵互打的情況下比較弱一點 因為他的步兵是沒有三攻的 那騎兵也沒有三攻 但是步兵也沒有這個劍勇 然後擊兵也不能升級 他的長槍兵只能... 就只能到長槍兵 不能變成這個重裝強槍兵 所以步兵來說是他的弱點沒錯 但基本上打完缺德羅倫的玩家 是不太可能去出這個步兵的 你本身沒有必要去出這個步兵 就算對方打步兵 你還可以出火槍法治啊 對不對 所以本身沒有太大的問題 就算對方出步兵也出相攻啦 相攻也是可以的 雖然這個跑速慢了一點 但傷害是蠻高的 好 那來看一下兩邊的打法 那騎兵羅倫一開始不是給刺猴 是給這個駱駢 謝謝駱駤駛駛駛到狂天時代的話 在駱駱駛駛駛複打的情況下 是有個傷害加 6 可以爽吃對方的刺手 好 2邊這邊頒升級 好了 那英雄斯坦這邊是選擇打這個 裝甲 裝甲可以拖延時間 那為什麼有時候有人會說 為什麼打裝甲 因為裝甲本身是一個可以拖延時間 對方的一個單位 因為他自己的地性很爛 驚慌在前方 說這個裝甲的話可以稍微拖一點時間 但裝甲又回來救了 因為嘉倫已經變成聰明大亂戰 那學對方雷尬了一個野射箭場 在外面想要來直接反制 這邊出的是戰毛兵 喔不是工兵喔 在前期反制工兵的效果是比較好的 所以這邊工兵直接在裡面不出來了 所以一出來的話很可能會直接被這個戰毛給收掉 好大量村民直接反擊 把對手的村民直接逼到家裡 這邊應該是不會繼續追喔 村民可能要找個時間來往回拉一下也比較好 但是為什麼這個村民還在追呢 哇原來是橘色 橘色這兩村 快死了 但是這邊村民應該是不用追的啦 但我覺得應該是現在手術喔 痛不過來的關係喔 哇 結果最後這兩村還是順利抽掉了 用這個刺頭稍微拷一下 但是這個駱駝刺頭打齊面傷害非常高 直接回頭開扁 刺頭血量越來越低 這邊可以用村民卡一下 哇細節 村民卡村民 哇 又死了一村 驅逐著羅倫 前期蘇山村啊 爆蘇 好那這些村民喔 可以回家喔 我覺得拉太多村民在前面打架了 有點慘 那趕快回來喔 把這個建築圍一下 把這個軍營啊 跟這個射箭廠 趕快圍一圍 那只要把這個 建築圍起來的話 那他就不能繼續出兵了 就是他的兵是你要把他放出來的 好 天啊趕快來圍了嘛 好 這邊戰矛加這個 長槍兵 還有 裝甲 在這邊 但這邊 有非常多的戰矛出來 想要來防守 欸 這邊居然沒有直接去蓋這個木牆嗎 直接讓他繼續生場 好 但是家裡有點BBQ喔 好 裝甲又補了幾隻過來 欸 這時候印度山還得下一級木 哇 那這邊木量的話 印度山可能會有點慘喔 好 這邊直接硬蓋這個瞭望塔 但是有這個裝甲步兵喔 裝甲步兵打這個電毒效果非常非常快 而且這裡有戰毛帶射 每一次被戰毛射的時候 這個村民就不會繼續蓋喔 好 裝甲步兵 能拆得掉嗎 感覺有點困啊 後面有大量戰毛 跟村民直接過來開扁了 這個建塔快蓋好了 應該是要騎一起來 沒問題 OK 騎起來了 好 印度斯坦那邊印記農田也點下了 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怎麼打 好 那這邊戰毛跟裝甲步兵 應該都只是打小打小鬧了 不會有一個太大的戰果 好 這個建塔起來之後 目前印度驅佐路人這邊 看起來就沒有太大問題 好 來點一下這個 輪軸技術 哇靠 薛德羅的經濟也太好了 還八人挖金喔 這麼多人挖金 也是蠻多的 雖然農田有點偏少 但沒有關係 他本身會跳這個肉 十二片田 可能再補個一兩片喔 就差不多可以上城堡Style 或者直接靠買賣也可以喔 因為視界蓋好了 好 這邊操作就繼續秀 好 加了一 印度斯坦 轉出了一些小工 好那我們稍微講一下印度斯坦 印度斯坦的話 他的能力最主要就是村民的 比較便宜 因為這個能力喔 是你TC開越多就越省 因為村民便宜這件事情 而且喔 他這個能力最扯的是 黑暗時代救援 所以你黑暗時代出那些村民喔 省下來的肉就可以去除這個裝甲 所以印度斯坦剛剛前提出裝甲是不是 沒什麼太大壓力了 好 可能只要多花額外的 100多肉 就可以輸到三隻裝甲 非常非常的省 好 那稍微講一下印度斯坦的駱駝 印度斯坦的駱駝 雖然沒有外傷派喔 但是他有這個攻速加成 而且是提升25%的攻速 大家也知道 駱駝其實是這種單位喔 整身攻速就是特別快的 再加上25%的攻速 可以讓這個印度斯坦的駱駝更上一層喔 而且印度斯坦的駱駝 而且是有這個 帝王駱駝 遊戲裡面最強的駱駝文明 所以這個帝王駝駝如果有升級到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不會輸給這個驅者盧倫 右邊有直播火過來騷擾 反正已經想起 而且這邊直接駱駝給他幾拳 他就可能必要抽了 可是這裡並沒有想用 駱駝直接去扁他喔 只有你血真的很欠打 好 這邊 驅者盧倫展出了一些閃閃馬 這個閃閃馬就是 斯里瓦姆殺騎兵喔 那為什麼我把它稱為閃閃馬呢 是因為他可以閃箭矢 他好像可以閃四隻箭矢左右 還是八隻 有點忘記了 他箭矢可以閃的蠻多的 然後只要進入Cd時間 Cd一號 就可以繼續閃 在之前喔 Cd時間變短了 因為之前是蠻短的喔 現在有點變長 好那來看一下 有沒加速 進去 打得進去嗎 現在有點困難 這一個木牆爆開的話 很危險 喔唷 這邊很危很危 下面也還好 OK 這邊上一次問題 哇 有漏洞 沒了 這兩分沒了 但是因爲閃的落魄過來救了 因爲斯坦 打這個落魄很 打這個起兵很強 因爲這個閃閃馬 是很害怕長槍兵的喔 雖然不怕箭矢 但是很怕這個落魄的 所以出閃閃馬的最大問題 是要怎麼反制對方駱駝喔 好那這邊 哇靠 怎麼跑不快 這個是有點跑速的關係嗎 還是他本身跑速率比較快啊 好閃閃馬過來 直接敲村民 但是村民 直接跑掉 應該不會死 因爲閃閃馬本身的攻擊力 是比騎士稍微低一點 大概少2的樣子 看一下 對 騎士是10攻 那個閃閃馬是8攻喔 所以本身就沒有比騎士那麼痛 所以打村民的 呃 次數也要再多一點 必不像打個村民需要5下 用死一存 他可能要打個6到7下才會死 好但是駱駝過來燒啦 當然駱駝打村民的效果 避免摸好駱駝起兵只有6加1的傷害 這邊有攻速加成 兩邊都在出駱駝要來大戰了嗎 好這邊出了僧侶 僧侶反制駱駝跟騎士的效果是非常棒的 好駱駝過來再招想 欸招到了一隻 瞬間招到一隻能寫駱駝 僧侶要直接硬砍的話可能會消耗炸彈的血量 駱駝直接中間開戰 但是一度三駱駝攻速非常非常快 直接把對方的兵打到虧不成軍 就散開來 三駱駝目前有稍微的優勢 現在TC開的比較慢一點 騎士羅倫這邊已經開了3TC了 但一度四駝並沒有3TC 只有3TC 目前技術量看起來騎士羅倫是非常非常有優勢的 目前有60升對上18升 好這邊再找到一隻駱駝 OK 這邊拿著駱駝 然後這邊駱駝也是跑掉了 男生就倒了 那這邊一拆這個馬就會拆掉嗎 哇這隻駱駝直接收掉兩隻殘血駱駝啊 慢慢慢慢 好這邊招想 一出來好像來不及招到一隻駱駝就要倒了 哇 被收掉了兩隻僧侶喔 跟這個馬就 好 尼多斯坦的駱駝攻擊速度才太快 你看這個 咻咻咻咻 哇砍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暗區的羅倫這邊還是要繼續出這個駱駝 我們還是要出長槍兵了呢 如果出長槍兵的話就會相對被動一點喔 因為長槍兵是沒辦法追到這個駱駝的 所以駱駝就要散用自己的機動性啦 去到處招擾會比較好 這邊長槍兵在局 持續在製造 但是這個英雄斯坦不堪失落 持續在拆 但是家裡喔 經濟是蠻慘的喔 並沒有太多經濟優勢的感覺 什麼都沒有 家裡什麼都沒有 還在出駱駝 反倒是趨著羅倫這邊喔 一直在出這個TC喔 4TC都補下了 但是4TC要打雙TC喔 而且輪走技術你現在才點場 很明顯的喔 印度斯坦這邊經濟上有很大的落後 但是優勢是把這個 生修到越南跟馬路都拆掉了 賺了大概300多路左右 在這邊又渡下來馬丘 不然這個300多路並沒有太賺 而且沒有打到村民的關係 所以這個駱駝 並沒有發揮到一個非常好的用處 而且經濟一下 每框月下的關係 所以這邊感覺好像會打 想不住了 而且這邊 驅逐羅倫已經點下這個 品種了 品種點下去之後血量就會變成160D 雖然這邊 陣營是有點的 因為跟他沒有點的關係喔 所以這邊驅逐羅倫一直打輸阿 好那邊防御總要點一下喔 頭民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怎麼打 好 有些落頭繞到裡面 人跑得掉喔 好像可以喔 這裡面有危險 是我就會拉這個村民喔 去蓋這個 把這個蓋起來 直接包夾 但這個手速需要很快 好這邊一個 駱駝高打低 但是 看到情況不對 直接撤退 這邊直接開戰 駱駝直接去打三里 但正面來說 駱駝量非常非常多 兩邊都是駱駝 但是 這坦駱駝是有攻速加成的 驅逐羅倫的駱駝直接硬身倒地 這裡會贏 只是因為駱駝 駱駝本來就很多 再加上這個多數加成喔 打這個驅逐羅倫的駱駝 算是輕而易舉 那這邊駱駝 我看又是要倒了 大量駱駝 又要倒了嗎 但是這邊有駱駝在反制 反制之後 看到駱駝倒了之後 趕快把這個兵拉走 兩兵的兵 沒有太多 都在互相傷害 損失的非常嚴重 當然是駱駝 經濟非常慘 村民已經落後了非常非常多 大怨已經落後了23吋左右 哇靠這23吋差距會非常大 與此同時等是 他已經開始要搬這個遺跡啦 駱駝如果這邊搬遺跡 搬到五遺跡 然後在地獄時代參加時間的話 是很有可能搬回一層的喔 但是這個時間證據要夠多 但是經濟呢 還是要繼續追趕比較好 如果沒有再繼續追趕的話 村民數會越拉越大喔 這個可能就會打出經濟差 被一波帶走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酸魚要來潛壓嗎 哇 後面怎麼路的單位 兩邊孫女都在遭翔 但是 這邊招能遭到嗎 這個駱駝直接被遭走 蠻血的駱駝 好吃 唉 這邊大量的村民想要來蓋城堡 結果這邊有城堡蓋好 直接村民吃箭矢 下面駱駝直接大開戰 孫女也在遭翔 兩邊都犯一個損失可能的狀況 但是看起來 印度斯坦的駱駝是比較強一點的嗎 唉 唉 這邊駱駝怎麼突然拉得那麼遠 完蛋 前面蓋房子的村民這邊抓包 如果這邊蓋不起 印度斯坦可能會GG喔 那個城堡要蓋哪個位置呢 不能亂蓋喔 這個城堡亂蓋的話會真的GG 但是這邊駱駝的量不夠多喔 這邊有點難打 上面更多的城堡過來支援 來招這個弱婆 但是很多村民已經被倒地了 哇 大量村民本來再來蓋城堡 結果失敗了 這一波進攻印度斯坦宣告失敗啦 好 那這邊再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要對GG怎麼打 目前印度斯坦看起來是兩兩的狀況 一場兩 雖然坎蜘蛛這邊很快啊 超快的 欸 終於 驅著羅點下這個薩地利啦 薩地利點好之後 坎室的單位 道價會非常非常少 欸 這邊生鋁兩邊 直接出來護招 坎蜘蛛死出生鋁大戰 但這邊 一隻閃路駝士沒有想要來救正面的喔 所以正面的村民已經被當作動光了 喔 最後蓋城堡的村民 這邊可以稍微打一點回來嗎 好 村民開始往上救 但是這邊可能有點難救到 大量村民也是一生倒地 地圖斯坦這邊村民稍微搬回來一城 但事實上並沒有搬回來太多 因為這邊村民已經差距了三十三村左右了 更多羅鎖拘互打 三屢去招翔 這邊駱駱沒空好 看來又要擺給了 駱駱駱在那邊招走 還會再一個嗎 喔 還好只被招到一隻駱駱而已喔 喔 好險 好 那這邊又要自己防一點一下 在執行地坦這邊 利用這邊對方屋 去著羅倫比較少駱駱 直接應聲吃掉上面大量駱駱 這邊再過來又再被擊火一次 駱駱駱又要被倒了吧 哇 羅鎖駱駱非常嚴重 這邊的話有羅鎖在打 而且也在招翔 兩邊都在一邊打邊招翔 但是這邊直接上高地想要反擊 對方也是上了高地 但是目前看起來 目前已經算非常非常慘 進去招到城駱駱了 這邊聖旅雖然殺了蠻多隻的 但是也被招走蠻多 哇 兩邊都打得非常非常兇的 好 這邊你對我打的 城堡已經蓋好了 這邊羅鎖過來 會被城堡撕了城白癡 趕快跑趕快跑 哇靠 他們打得好激烈啊 好 這邊已經算了 查錯了大量的農場 趕快追追直跡了 那目前直跡差距30吋 100對上130 但是 去逐人這邊 點下這個 分中技術 就會比較快一點 那原來剛剛這個閃閃 本身跑出就比較快 所以這個羅湖就難追到一點 好 這邊中間蓋一個城堡東西 想要來挖礦 但沒有這個石頭 可以蓋什麼 蓋在中間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想要蓋這個高地 蓋這些高地 直接插在這個位置 然後可以跟它對保 也是不錯 還可以守黃金 所以如果你在這個前線蓋提器的話 問題就是你還要再收穿 還可以守住村民 你一個不注意的話 很容易中間這些村民 會直接被吃掉 好 這是有可能 好 狗狗狗狗 完成 曲折羅這邊 看起來非常非常的穩 利用State快研發好了 來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 兩邊都在修戰當中 然後用森鋁來把那個 駱駝的血量慢慢拉起來 好 這邊有7隻對方有5隻 那地獄王時代也點下了 彈道雪根一擊射也點了 好 這個 唉唷 這邊又要潛壓了嗎 直接潛壓一個寶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的話 就會有點麻煩了喔 但是沒有差任何的礦區 有點尷尬 所以這個寶的岔 是不是有意義的喔 好 有一些古拉姆衝到裡面 將來反擊對方 但這邊居然起來一個寶 來反擊對方 印度斯坦挖金晃村民啊 好 這就是標準的互相傷害 然後這邊再補一個劍塔 太狠了 好 那大量兵並沒有往前 那蓋完了城堡之後 這些村民就跑到後面來挖金炮 印度斯坦想要努力的把這個兵堆起來 村民的話也都拿到130村 那也點下地獄師蛋 但是居著羅倫這邊早就已經升到地獄師蛋 地獄師蛋 地獄一豪頂下重裝落頭 跟真兵技術還有三級馬坦 一豪這邊結殺開戰 我覺得居著羅倫這邊可能要先硬上 如果再不硬上的話 待會他已變成之後 就只能一直接接退敗囉 只能一直往後撤 好 那居著羅倫這邊在等升級 但裡面有幾隻駱駝在騷擾 那裡面繼續古拉摩 都被城堡射光光了 好 看到這邊 這邊駱駝沒有控好 直接倒掉了非常多的駱駝 哇 還在死一隻 那正面的話 劇情投資機有在產生嗎 沒有 沒有 這邊是要標準的 把這個駱駝打起來 好 內地獄師蛋 給他手推測 兩邊羅頭數量都蠻多的 而且這裡有28隻 再來有36隻 哇靠這邊 令... 令度散落是有點少的喔 好 更多是古拉姆 過來騷擾 但是家裡羅頭要常去植入了 這裡沒有村民 直接來圍 直接進去了 完蛋 大家下面來騷擾 挖死了我村民 等著家裡有更大陀螺 直接躲進來 帶他屏收村 經濟這邊 全部的重彈都被騷擾到了 上面有非常多的村民 難怪這個城堡來防守 然後到36村 在這邊 誰會被租層 什麼都不知道啦 安靜 偷使經濟 順利的把前線的城堡給拆掉了 正面有個大開戰 其實無論是別的 好像有點慘 重型弱頭被吃得差不多了 城堡好了起來 但是 與我同時 硬散村民也是 下降了非常多 來到170村 好 那這邊連結金線 這個 前線衛隊也點下 這個金冠 嗯 嗯 嗯 算是不錯啦 因為他可以將這個進防 駱駝跟這個 相公都會加4進防 所以在駱駝互打的情況下 確實是有優勢在 但這個加近4防 我不確定 如果地獄駱駝跟他互打的話 我覺得還是地獄駝駝比較強 因為對牢駝升級 是直接升級他的額外傷害 而不是升級他的基本傷害 那他升這個開角 是看這個基本傷害的 OK 0加7的駱駝 哇 非常非常的硬 好 印度斯坦這邊也在等一個駱駝升級 升級好之後 也要等到三景馬牌 那三景馬牌好了之後 印度斯坦可能可以跟對戰主力死戰 那對方有一個高度優勢 城堡也越去越近了 印度斯坦也在注意進攻了 非常非常困難的感覺 後面有更多的駱駝補了過來 剛才直接手持這個PT 這PT看起來是不飽了 出駱駝 升級 還有15秒 15秒 我等到印度斯坦嗎 這座城堡也要修不起來了 直接倒地 石頭也剩136 他看起來是直接放棄了 好 大量駱駝 直接過來 那能繼續補出更多的駱駝數量嗎 好 那這邊村民覺得先招兩隻駱駝 大量駱駝要來打正面了嗎 這邊要直接決戰嗎 還是要撤退呢 看不出來 那這個馬就已經卡卡了這個位置 進攻方面有點難 看對面驅著羅倫 這邊又在補下了一個城堡 中間這個戰率位置 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能搶得回來嗎 這不是坦能反敗為勝嗎 如果要反敗為勝的話 這邊已經做了 進度的帝王駱駝 可能要先起影響 這邊好像要直接開戰了 大量駱駝直接互相傷害 這邊駱駝血量飛 扣得非常非常快 但是有這個經濟貫的前線位對的關係 駱駝的防御已經急這麼個長次 所以血量並沒有掉得非常快 屈的羅倫的反擊也非常好 屈的羅倫後面有大量駝也補了上來 但是這邊有一個駱駝 大家後面跑來跑去了 並沒有做一個速度的感覺 他的後面有戰鬥 而且羅倫過來普通之外 男生後面也被招甲了 所以羅倫好像要打贏了 一隻不凡在忙著打不出駱駝機 羅倫闖去打駱駝機的話 打不進駱駝駝 打不進駱駝的話 這邊怎麼辦 沒有別打 但屈的羅倫還在劍石 和傷害賽一直扛 然後推駱駝 全部到底 哇 這個羅倫只剩下13隻啦 OK最後還是打錯了GGG 好看一下兩邊 兩邊的經濟屈折羅倫果然是全贏 雖然這邊印度斯坦有遺跡的優勢 但也只有兩個遺跡並沒有太大的黃金鑽 看起來 屈折羅倫這邊基本經濟真的是比印度斯坦還是好上很多 尤其是那個薩地利讓他省下非常多的食物 讓他出兵更易解一點 補兵也補得更簡單一點 那也是因為印度斯坦這邊村民 本身這個減免費用卻沒有開下非常多的TC 反正是打一個城堡強攻的關係 導致他的村民落後非常非常的多 但沒有辦法印度斯坦的抉擇就是這樣打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